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产生一些伤亡 因此只有八个人到达了主地宫了 手目人说 不认识 逃走的是两个年轻人 不要耽误时间 立刻离开这里 年轻人 首先吕颂肯定是其中之一 那么另外一个年轻人是谁啊 既然是年轻人 那么我爷爷 虽然心中知道爷爷肯定是死在这个地方 但轻而证实 感觉又是不一样了 这个手目人没说见过我爷爷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 爷爷是死在那条河道的其中一刻呀 一时间我只觉得满嘴发苦 心中怒火生疼而起 手目人忽然又加了一句 声音暴躁而带着嘶哑说 这里奇观重重 我操纵的奇观 就算死个把人也记不住 我想起一路来的经历 又想起爷爷那批人被逼得狼狈的下场 怒道 奇观是你操纵的 手目人暴躁说 关你屁事 小子 不要多说废话 这话另外一层面 显然是默认了 如此一来 这人岂不就是 间接害死我爷爷的人们 我顿时觉得脑中热血冲撞 再加上他对豆腐等人要下杀手 一时哪里顾得了那么多呀 不由怒喝道 老子今天弄死你 一边说 一边快速冲了上去 我们俩这会儿距离极其之近 一栖身上前 我的匕首几乎就架在他脖子上了 眼瞅着要扎下去 千钧一发地关头 这面具人却向后一弯腰 躲过了匕首的袭击 不等我手中匕首改饰 这人竟然双手撑地 双脚拔地而起 猛然夹住了我的腰身 啥时间 我只觉得腰间被两股大力夹住 紧接着 这股力量瞬间将我夹起来 往他抛出去 我整个人如同被扔歪的篮球 砰的一声 重重砸在木道底砖之上 后心一阵钻心的痛了 手里匕首也飞出去了 我陈玄自认为身手不错 随手比不上 专锐这些 自小经过家族训练的人 但好歹放在 现代都市亚健康人群里 也是一队伍毫不费力 就算来十个也不会受伤 谁知 被这面具人一招给弄趴下了 双手撑地 仅凭双脚就将我扔出去 这得多大的力气 想不到他那干瘦如空骨般的身躯之下 竟然隐藏着如此爆发性的力量 不 或许 这还不是他的权力 我这才回过神来 想到他是个连宵敬都害怕的人 我一时有些胆寒 一颗心猛地往下沉 心说爷爷那批人是何等威风 都死在他手中 今日 只怕我们几人 也是凶多吉少了 转瞬 我又想到专锐等人身上还有炸药 心中一狠 暗响 还是先将人救出来 若真斗不过 那就放炸药 大家一起完蛋 忍着疼痛 我赶紧从地上爬起来 而这时 面具人对我莫名其妙的善意也消失了 依旧用暴躁声音说道 给你机会 既然不珍惜 那就按规矩来吧 说完又棋身上前 他的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我才刚爬起来 便感觉眼前一滑 人影一闪便猛地被人掐住脖子 暗倒在地了 他是用单手掐我脖子的 但凭我怎么挣扎都于事无补 我喉咙剧痛 手头匕首也在之前滚到远处 这会儿清急之下 猛然想起自己手腕上还绑了飞刀 立刻按了一下按扣 一只银色飞刀顺势滑到手心 我这会儿被掐的眼珠子都往外蹬 也无力瞄准 握着飞刀就往下扎 这一扎也不知扎到守木人哪个位置 他叫了一声 猛然松开了手 整个人从我身上退了下去 我喉咙做痛感 被掐得眼泪鼻涕横流 也顾不得擦了 连忙往后退着 戴刀重新站起来 才随手抹了一下脸 定睛一看 却见 原来我刚好扎到 这守木人面具之上 如果没有戴面具 只怕这飞刀要执墨而入了 只可惜他戴了面具 阻挡了一下 因此血流的不多 根据面具处流出的血量 估计只是皮外上 我惊惧于他的速度 不敢再靠太近了 便捏着飞刀站在远处 目光盯着他的脖子 好在他上身没有穿衣服 飞刀杀伤力可以发挥到最大 他似乎看出我会使用暗器 只是捂着流血的地方 他没有动了 我以为他是害怕了 但须余我才发现 他面具下露出的一双眼睛 赫然正直光钩盯着我手里的飞刀 那目光到不色忌讳 反而突出一种说不出的情绪 就在此时 面具人忽然说了一句 你是谁 我纳闷了 觉得这人古里古怪的呀 由于怒叹杀死爷爷的凶手 因此言语当然是客气不了 讥讽说道 陈玄 道斗的土夫子 目的就是要把这低鬼王 从坟墓里面扒出来 鞭尸 以暴我爷爷生死之仇 当然 现在多加了一个目标 傻了你 说话间 我手里飞刀猛然射了出去 这一手自寻服墓里出来之后 我就勤加苦练 虽然远达不到 爷爷笔记中所写的 快如闪电 百步外一刀笔命 但这么近的距离 再加上我早有准备 因此这一发速度 也是极快的 便见荧光一闪 我以为会命中 守目人的喉咙 谁知 我飞刀射出同一秒 他的手就往上一挡 下一刻 我瞧见自己的飞刀 被他稳稳地夹在手中 这几乎是电视剧里面的一幕 就这样真实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其实 我有爷爷留下的笔记 只要刻苦练习 学会这首绝技也并不难试 因此飞刀夺命 在过去算不得什么高明的本事 但白老四和我爷爷 之所以会那么有名 主要是他们一生用飞刀 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这一点 很少有人能办到 相对的 飞刀一学 但这夹飞刀的本事 就真是闻所未闻了 见所未见了 我瞠目皆舍 只觉得寒气从脚底冒进 嗖嗖往脊柱上窜 心中咯噔了一下 心知道这不天地 自己已经没有什么 可倚仗的东西了 别说救豆腐他们 恐怕我自己都要自身难保了 面具人夹着飞刀 一步一步朝我靠近 而我则忍不住后退 饶恕我胆子再大 但在面对一个完全不可能战胜的敌人时 也不由得心虚气端 一时间满脑袋都是乱麻 根本想不出什么主意来 在实力面前 什么主意都是白想的 只可惜我手头没有枪 之前虽然有枪支 但后续发生了一系列事情 使得我将枪支转移给豆腐的人 连顾文敏最后那只给我的手枪 最后也还给他了 这会儿真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看来今天不止我得死 豆腐等人 实怕野 我心中别提多难受了 害怕 不甘 愤怒 以及无法报仇的无奈和怨恨 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 一时难以言表 我紧紧盯着他的动作 以为他随时就会发难 但谁知 他竟然又问了同样一句话 你是谁 同样的三个字 他已经问了第三次 这一下我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定了定神 似乎觉得找到突破口 我俩之间说的第一句话 也是这三个字 你是谁 他最初曾将我从萧敬手里救下来 肯定是有原因的 但他一直不肯说 而现在我抓住了事情的关键点 似乎是因为 我的身份 我是谁 我是陈玄 是个道斗挖魔谷的土夫子 外行人鄙夷地管我们叫盗墓贼土耗子 这些我都已经告诉过他了 那现在又问一遍是什么意思 莫非是对我的回答感到不满意 这时他见我没有回答 又追问了一遍 目光紧紧盯着我手里被鲜血染红的飞刀 我心中一动 心想 莫非是这飞刀的原因吗 这么一想 便警惕地问道 你见过这飞刀 守木人摇里摇头 我心说也是 他口口声声说 没见过爷爷 那么又怎么可能见过这把飞刀呢 他现在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见他暂时没有发难的打算 心下一松 便决定先拖延时间 再想想脱困的办法 又说 你当时为什么要救我 那个女人不是人 也不是底宫里的鬼 不属于这里的东西 不能让她进来 那你为什么愿意放我离开 守木人沉默了一下 目光在我手里飞刀 和我的脸上来来回回 忽然说 我经常做梦 啊 我纳闷了 心说怎么扯到梦上去了 但我有心拖延时间 便顺着问题问下去 梦见什么了 他又沉默了片刻 说 梦醒了 里面的内容就忘了 我一边想着脱困的办法 一边说 然后呢 我听见 他在叫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 有什么不对劲吗 难道它是因为 我的名字 才救我的吗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守扎 下集更精彩 没有什么 你 就怎么会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